我们来看一下温湿度计DHT11 这个感测器的使用方式 那它是一个属于韩式库型的感测器 因为它只有一根的输出输入的 signal 讯号线 然后就要传输温度跟湿度相关的讯息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讯号转成数位讯号 然后经过Arduino的程式 韩式库里面的解析 然后把它转成我们可以使用的温度跟湿度的讯号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韩式库型的 那它的接法一样是GVS G跟V就是负责模组供电 S就是传输讯号 那么所以这个S的讯号线呢 要把它放在数位的接角 就是Arduino的D0到D13这一排 数位接角 好那我们看一下温湿度感测器的一个接线 那么刚刚所说GVS 那它就是按照我们一般接线的模式 虽然它是韩式库型的一个模组 那么因为它只有一个讯号输出的控制线 那所以按照我们以往的接线的模式 G跟V就是负责供电 那讯号端呢 因为它要接在数位的接角 那么所以从Arduino的D0到D13这一排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这里面呢 可以直接提供数位的输出的功能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选一个位置 那我们在示范里面把它选在D3 数位接角的第三只角 那就GVS整排把它插上去 那记得我们的颜色的管理 G就是接地 V就是5伏特 S就是讯号 所以GVS这边也是一样 GVS棕色红色橘色 这个是温度感测器的接线 我们一样使用Transformer来做程式的示范 那所以将Transformer打开之后 一样选S2A Plus 然后连接到你的Arduino 自动烧录认体开启Squatch3 那如果之前已经烧过S2A的Plus的认体 这边就不用再烧录 然后请你直接按连接 然后打开之后 一样去扩展积木 这边把S2A Plus的扩展积木叫出来 那因为这个是基本型的 你会看到在这里面 S2A Plus的积木里面 并没有包含可以控制温湿度计的一个积木 所以我们一样要再扩展 这边再把另外把Library 韩式库型的积木把它放进来 Library3 那Library3放进来之后 这边就最前面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温湿度计 那这边有两个温湿度计 一个是DHT11 一个是DHT22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DHT11 那么所以请你把这个定义积木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我们刚刚接在数位接角的第三只角 所以这里要改成3 那么接下来呢 当你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温度给提取出来 那温度提取的部分呢 是在这两个积木 一个是湿度 一个是温度 这两个就是里面读出来的温度跟湿度 所以它一只接角就可以负责两件 两个资料的传输 那么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让小猫可以同时看得到 你可以使用变数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外观的说 外观的说 那说的里面的文字只能放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下组合 运算里面的文字组合 好我们可以利用字串组合的方式 将你所要表达的内容把它组合起来 那我们现在需要温度 然后温度 几度 然后湿度 湿度放这边 然后几度 所以需要五个格子 你把温 温湿度放进来 放进来这边直接输入 温度 湿度 几度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温湿度其实它的变化速度不会很快 那么所以我们 0.5秒侦测一次 其实就非常的足够了 然后我们让它重复的 重复的发生 那么所以你在定义完 你的安装的脚位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提取它的温度跟湿度的数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当我们Action之后 过了大概一秒钟 它就热机完成 就会开始显示现在的温湿度 那么如果你用手部 把它握在你的掌心去做加热的动作 你会看到那个湿度跟温度会慢慢的做改变 那或者呢你拿热的茶或放在嘴边哈气 那个湿度温度都会发生改变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温湿度计的测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